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隋唐时期 随着京航大运河的开辟 镇江形成一个繁盛的航运与商业城市 历经千年的历史变迁 今天的镇江依然是连通南北东西的重要经济纽带 以完善的道路交通网络体系和四通八达的水路 带动着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高速运转 在镇江南门外运河边 有一座东晋原地时期修建的小桥 阴桥建成之日刚好是中国古代甘之历法中的丁卯日 于是以丁卯为名称为丁卯桥 晚唐最具影响力的诗人许魂年轻时曾定居于此 还以丁卯为其诗集名 后人因此称他为许丁卯 许魂的诗多描写水雨之景 所以有人将他与诗圣杜甫联系起来 笑称许魂千首诗杜甫一声愁 千年以前 丁卯桥因诗人许魂而广为人知 千年之后 丁卯桥再次被大众关注 却是因为一批罕见的唐代金银器较藏的出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80年 单途县因河道拓宽 丁卯桥的大半边被拆除 在桥旁新建公路和新丁卯桥 在施工的过程中 偶然挖到了许多条状的金属块 这些金属块上都刻着自重 经专家鉴定 原来这是一批唐代的块状银钉 银钉是唐代较为流行的大额金属货币 多为船型或户型 最终 这二十块银钉全部被镇江博物馆所收藏 时间到了1982年 正值元旦假期 有关部门接到消息 同一地点竟然又有了更加重大的发现 我们跟随镇江博物馆员文物修复师 杨志贵走在新丁卯桥上 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令人兴奋的夜晚 正在掘土的建筑工人们 在挖岛大约1.3米深的时候 突然挖到了一个大瓮 瓮的西侧还有一丝钢丝状的不明物件 大瓮的月代 大瓮是月代因为没有人 找相关的人 大瓮大家正在休息 只有我一个人上班 大瓮领导就叫我出来 把这个事情处理了 领导给我再再讲 东西无论如何要弄回来 弄不回来你就不能回来 你就一直在心肠 那个时候已经五点了 一路走一路温 一路走一路温 那个温就是泥巴温 外面的路都已凉了 但是那个路还是未来的灯光 我说顶宝桥肯定是要有一个桥 但是我一路过来没看到桥 一到河南之后 在云中开到一个小桥 就是现在的这个顶宝桥 因为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根本无法看清周围的情况 那个灯光微弱的小桥边 是否就是发掘现场呢 到了这个地方呢 它好像有个小小的山坡 看来开始都是树 看来开始都是这个 矮小的房子 但是我到了这里以后呢 看着很多很多的人在这里 开这个出土的东西 你看这个东西呢 非常的多 就堆得像个风暴一样的 当杨志桂到达挖掘现场的时候 建筑工人已经把挖出的东西 堆到旁边那座矮小的房子里 那堆得像坟包一样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看不出是什么物件 但看到这么一大堆刚出土的文物 杨志桂非常兴奋 想要把文物运回去 却遭到负责人的拒绝 因为是新机的 我又没有单位介绍信 又没有这方面的证明 休息地位没有办法出来 当时因为来得比较仓促 杨志桂并没有介绍信 和单位的证明 但任务在身 杨志桂要如何说服负责人 把这么一大批文物 接回博物馆呢 因为东西也比较多 但是他们一些不放弃 就请他们学主 派几个人弄板铁 拉的板铁 把它送回来 一间一间的 我跟他们讲 都是都要小心放 慢慢放 一些硬的捧着放上去 那么放上去以后 开始一开始回增加了 被稀泥包裹的器物 被顺利地放到了板车上 但跟在板车后的杨志桂发现 板车上经常有一些物件掉落 为了防止文物遗失 杨志桂就边走边捡车上掉下来的物件 回增加的路已经很合了 已经六地路中了 我还要你那一个包 你那一个包把房子掉下来 看到一个泥巴掉下来 大一点就放在车上 小一点就把它包进来 一头到大概七里钟左右 就顺利地到了点外了 元旦的第二天 也就是1982年1月2日 考古人员对杨志桂接回来的 这批丁卯桥出土的文物 进行了清理 82年银池出土的时候 首先进到的是银酒 银酒银的上面盖了一个银盘 所有的器物 大部分都是放在酒银里面 一部分放在酒银旁边 这个大银梦 是整批教堂中最大的一件容器 考古人员从银梦底部 各有的名文推测 它是一件酒器 1982年1月3日 刘建国和考古队一起 去到了发掘现场 对发掘现场周边的 100平方米的范围 进行了二次挖掘和考古 我们在考古中 就发现了这批银器 它是出土在唐代的文化制成中的 这个制成里面 有一些唐代的砖 瓦 瓦当 以及唐代的这些 清瓷 一些陶片 通过这些的出土以后 就证明了 跟我们的营用的文化制成 它是唐代的 所以我们这批金银器 它的这个时代的特点 也就是就比较明确了 它是唐代的一批银器 唐代是中国古代金银器 发展的鼎盛时期 金银器是富丽堂皇的 唐代宫廷艺术的标志之一 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丁卯桥出土的金银器 种类繁多 样式精美 共出土金银器956件 总重量达55千克 包括酒器 石器 橙器 茶具 以及大量女子梳妆用的 发拆 手镯等 这是多年来罕见的一次重大发现 至今整个南方出土 唐代金银器的总数 仅1100余件 而镇江丁卯桥占尽九成 这套出土于丁卯桥的 银流金轮雨玉竹龟形九筹筒 是迄今发现的比较特别的一套 九令用具 由龟座和圆筒两部分组成 刻成处皆流金 鬼昂首屈尾 四肢着地 背部隆起 因刻君列纹 龟背中央设双层养帘 上成圆柱形绸筒 宛如龟背上树立一支金色蜡烛 筒身以鱼子纹做地 上部刻龙凤各衣 建以禅树花叶 龙凤间长形方框内 刻双线轮雨玉竹四字 下部是四个瓜果形开光 内接藏刻香卓飞鸟一对 整间器物通体流金 造型奇巧 文士繁美 论语玉竹酒筹 是唐人喝酒行九令的器具 酒筹上的文字 以海书书写 比如 有的酒筹上写道 有藤字远方来 不宜悦呼 上课五分 意思是请席位上最尊贵的客人 喝半杯酒 有的写四海之内皆为兄弟 任劝时分 就是劝在场的任意一个人 喝一杯酒 除了银流金 归形九筹筒之外 丁茂桥教堂还出土了很多和饮茶相关的器具 代提粮 饮茶腹就是其中之一 唐代盛行煎茶或煮茶 饼茶需碾成茶末煮饮 饼茶或茶末存放在茶盒里 饮用时放入茶腹中烹煮 茶腹高十厘米 口径二十五点六厘米 宽颜 深腹 环底 颜面涉宜对护耳及环状提粮 颜外可立式二字 腹是煮茶器 唐代盛行煮茶 茶腹就是其中重要的器具之一 银流金双凤纹带盖大银茶盒 也比较有代表性 茶盒高二十六厘米 口径三十一厘米 腹径三十二厘米 底径二十五点六厘米 四出连担形直腹腹下内收 喇叭形圈组 盖面糊突以子母口扣合 盖面垂刻突花 以咸草双凤纹为主体 边缘刻八对香像的飞燕 建议缠织连及鱼子纹 腹下刻一圈牡丹花 圈族上刻有红燕 族边岩是连半文 外底刻立式二字明文 双方文大银河 应当是用来称茶饼的 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双英文小银河 银柱 火夹 银泽 银勺 风炉 以及茶托子 使用的顺序通常是这样子的 我们旁边还有一件用具叫做茶则 用这个茶则从这个小银河里舀茶末 放入这个茶府 然后进行蒸煮 蒸煮的过程中会用这一个火柱 用来搅拌 然后让它能够就是 被水浸润的比较均匀 然后等茶煮好了之后 会拿茶勺从里面舀出茶汤 倒入小盏中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程序 我们还看到了这一堆东西 这一堆叫做火柱 是用来加木炭的 然后给这个斧加火 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工作程序 我们还看到了这一件东西 这一件叫做植壶 这是晚唐时候 我们这一批文物都是晚唐时期的 晚唐时候就是点茶开始出现了 这是点茶时候使用的 它叫植壶 也叫做汤瓶 通常是省了一些程序 喝茶的时候 这里边直接灌汤水 用来冲泡茶末 这是茶具的不同的饮茶方式 丁卯桥出土的这批金银器 数量庞大 器物精美 在当时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有 那么这批金银器的主人会是谁呢 这批银器的出土呢 它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多年来 应该说是最大的一批这个银器轿场 而且呢 它是在我们的中国的南方 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 数量这样众多的一个大地轿场 这批金银器的出土呢 始终它气货上也有很大的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在许多的出来的一些容器上 和气货上都占可有两个字 就是历势两个字 这批金银器的名文中 频繁地出现了历势两个字 熟知唐使的人很容易就想起一个人 他是唐玄宗最崇信的宦官 曾先后被封为 票旗大将军齐国公的高丽使 在唐玄宗统治期间 高丽使全清朝野 富比王侯 拥有大批金银器是很可能的 那这批金银器的主人 会不会是唐玄宗最宠信的宦官高丽使呢 有关这个丽使两个字呢 我们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是不是可能跟唐代的那个高丽使有关啊 那么经过我们的研究考证呢 是这样的 就是高丽使呢 他是圣唐使的人 而我们的这批银器呢 他是这个中晚唐之祭的 这样一个时段的 他的一批银器 所以这两载的相隔呢 连的相隔来比较远 因此它呢 不可能是高丽使的 所拥有的一批器物 既然这批金银器不属于高丽使 那器物上大量出现的丽使两个字 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旅使的含义呢 有这样两个解释 一个是就是表示 旅使很大这样的人 第二个呢 它就是在佛教中 它是一种凶神的名称 它是旅使神 经过考证以后 那么旅使的它的含义呢 还有另外的比较深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 唐代有一个大诗人 叫李白 李白的一首诗 叫《襄阳歌》里面 它就有一句叫 可以想见 李白对这两间酒居 是多么的喜爱 而李使称呢 它就是表示 我们李使的这些 这个一批人器人 它是跟酒居发生关系的 苏泽呢 就是今天安徽的前山 他当时烧子的这个烧子 非常有名 而李白的诗里面 李使称呢 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温酒器 这个李使称 也是一个名贵的 这样的一个酒 海角的器物了 刘建国从李白 《襄阳歌》中的诗句推测 李使可能是当时 金银器瓷器的一个品牌 或是高规格高品质 金银器瓷器的一种标志 那除了李白诗句 还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种推测呢 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 当时唐一玄宗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楼 著名的楼叫望春楼 望春楼下面呢 新开了一片大面积的水面 当时就把全国 各个州军的一些进攻的物品 各自都放在船上 那么当时的这个渝章军 就是今天的江西 他的船上放的呢 就是说李使池 在我们的旧堂书上呢 记得是李使池 而在新堂书上呢 记得是明池 它是当时制造的 所以这个名贵的 高当的 而且是组合式的 这样的一批银的酒器 根据文献记载 当时南方的金银器 制作技艺比北方精湛 很多官员进贡给皇帝的金银器 都来自南方的作坊 有没有可能丁卯桥一带 在当时就是一座金银器作坊呢 我们这批银器呢 它当年的所在地 就是是润州 润州呢 应该是当时唐代一个 已经很有名的一个 金银器制造的一个中心了 实际上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当时的润州刺史 叫李德宇 在他的传里面 就写了这样的一些世界 当时皇帝啊 几次要求 李德宇进贡这个金银器 一次的话 进贡的话呢 都达到两千多两 然后第二次 隔的时间很短 一个二它进行进贡 这时候李德宇就在 咒章里这样子进行解释了 就是我们论者 本身也不惨一金银 而是要到其他的地方去采购 采购回来的话 都是立即就进行了制造 这说明我们的润州啊 是当时除了首都长安之外 一个很最重要的 金银器制造的一个中心职业 这批银器啊 它是出土在丁茅桥附近 而丁茅桥呢 旁边呢 就是我们狗运河的岸边 我们通过考古发掘 证实了一点 就是我们这一片啊 出土这个金银器的地方啊 它大面积的是 有这个唐代的这个 房屋银机啊 生活用品啊 这样的一些银机的话呢 使我们可以联想到 这里啊 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制造 这批银器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造方的所在 专家们经过研究 发现丁茅桥出土的金银器 几乎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一些器物花纹繁复 而另一些器物却毫无装饰 似乎是还没有完工 就匆匆埋藏 丁茅桥的这批金银器 到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这批教堂银器啊 为什么会被教堂起来呢 那么经过我们的分析啊 极大的可能都是遇到了一个 重要的一种事变 使得这样的这个 金银器的金银载 或者是所有载呢 它就要 必须要在逃难的状况下 把它匆忙的 把它埋藏起来 那么连续到这个时段 也就是在中晚堂之际呢 曾经史料上记载 我们论着呢 曾经发生一件大的事情 当时的这个兵变的首领呢 就是当时的大将 叫这个王国清 几千人啊 就造成了一次这个 当时一次灾难 所以说我们要推测呢 我们的这次埋藏呢 跟这样一次王国清的兵变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一种推测 我们现在在丁茂桥 其实这个附近啊 有可能还会有很交都的 一些批量的这个教堂 埋藏的地下 有的用我们今后呢 去考古去发现 唐中叶在边境和重要地方 设置节度使 掌管当地的军事大权 安市之乱后 节度使势力逐渐扩大 有的节度使在其辖区内 扩充军队 委派官吏 征收赋税 不服从唐朝政令 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唐木宗长庆二年 因润州 冯汉 丁茂桥地势较高 导致曹运水窟而无法通行 运河上集聚了大批发 往长安的重要物资 滞留在丁茂桥一带 当时有不少地方的节度使 拥兵自重 割据一方 公元822年 驻守润州的大将王国钦 发动兵变 他带兵杀掉刺史 强掠滞留在丁茂桥一带的 朝廷重要物资 长安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刻派遣大军平叛润州 最终叛军被朝廷官军平叛镇压 王国钦及其亲信全部处死于丁茂桥案 这批金银器很有可能就是在叛军 抢掠滞留物资时匆忙埋藏的 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些器物残缺不成套 有些器物只有盖子 说明当时器物的其他的部分都没来得及放 就匆忙埋藏了 唐后期中央与藩镇战争不断 藩镇间也连年混战 割据局面延续到五代十国 人民惨遭战乱的灾难 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虽然大唐因藩镇割据等各种原因 逐渐走向消亡 但丁茂桥唐代金银器较藏的出土 对于研究中国唐代的历史 文化 艺术 金银器制作记忆等 都有着非常高的价值和意义 站在新丁茂桥头 明往大运河上来来往往的传之 丁茂桥唐代金银器较藏出土 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 让我们又看到唐代鼎盛的饮茶文化 和绚烂的诗酒文化 又看到唐人生活中的闲适与雅趣 并将作为民族遗产的精华 被后人传扬 除非是很多温暖的 Kiaiiger 陈底 陈底 白鱼 神仙兽 诚伤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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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兽 鱼 神仙兽 诚伤 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